这些问题不应该是说 这些问题都是台北市的 所以台北市解决就好 那台北市真的已经准备要接受这样的挑战了吗 从这几次议会中 交通部门中 不管是防御一般议员或者是游淑会议员 都针对这些事情去做咨询 但我们很明显的 我们没有看到台北市有任何的因应措施提出来 那这种局长面对报告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说 台北市搞不好完全没有想到要去 接受或处理这些问题 那之后经费的部分 真的可以像柯市长说 大家一起分摊吗 我们也是问好那用谁的情分摊呢 新北市是不是应该也要 为他做的这个错误的决策 付百分之百的责任 交通是大家的 这些事情不应该 新北市自己说好就好 台北市要 拿出自己的专业去做沟通